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话叫跳鸡 有点像骂脏话 跳鸡 正在进行DNG受影大赛 你们谁会念这个DNG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两个男的同性恋 是吗 设计师两个男同性恋 那就是Dolce和Gabbana同性恋 是吧 Dolce和Gabbana 可是他因为意大利嘛 你随便念都可以 反正没人懂 Jeroro 那就行 我这一回香港发现这事 Dog and the girl 对 就因为这Dog and the girl 是吧 香港爆发了群众运动 这个群众运动啊 我认为可以一勇三叹 它反映了很多很多这个问题 咱们先看看这个照片啊 尖沙嘴 海港城这个DNG的门口啊 这是香港人发起万人到你门口照相活动 你知道吗 你再看 这个下一张 纷纷照相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个 这写的什么啊 做人别态DNG 这是香港中告 80后 中告全港市民 这香港市民呢 非常的这个愤怒 最近 因为这DNG的事儿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搞成了一个嘉年华 搞群众运动吧 慢慢的一对新人去拍这个结婚照 又到DNG门口拍毕业照 哎 这妹妹长得不错啊 就叫她毕业照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闹着闹着啊 两辆跑车 其中一辆叫风之子 据说是DNG的高层 来紧急商业对策 结果你再看下边 有这个示威的群众 躺在这个车前面 这个两个高层 而问题是他们停这车啊 还是伪力 非法 有人报警 就警察 对 广东到这里不能随时停车 对 所以周围人就在喊叫嘛 说拖车 拖车 最后对警察都签了告票 你知道 不不 我这有点糊涂 我不大敢识识啊 这个拍照的人是香港人 还是内地游客 香港人 好多内地游客 我没去 可是我有一些年轻朋友去 我跟他们打听发生什么事 他们有去 他们是说 第一个 他们为什么去呢 他们在网上 看到有人留言嘛 把这个事情暴露出来 然后推出 什么事情暴露出来 最初有两个香港人 在那个马路上 冲着这个DNG这个店的橱窗 拍照 结果店里出来人说 这里不许拍照 后来他们就说 这是公共场所 为什么我不能这个拍照 他们然后呢 第二天又有这个有人爆料了嘛 报纸 香港报纸的记者 故意去试试 说我看你这能不能拍照 结果受到保安阻拦 保安用手遮盖镜头 甚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 是吧 说大陆客观光照相 可以 你个香港人 不准在那照 要照你上马路 都那照起 这一下子激起前程浪了 对 而且咆哮的这个这几天连续有人到他门口就去照相挑战嘛 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尤其我这个大陆人也很敏感 也开始喊出了对这个大陆人不敬的言论甚至是竖起终止 其实这个地方反映他们有人评论反映一种情绪 他们骂他不是有人画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画的漫画画的一个大陆客 在那个DNG的店里边大便抽烟 然后呢 说DNG这个漫画画的DNG的人员跟人说 他是大陆有钱人 他可以这么着 你个香港人不准这么着 你这种漫画当然是虚构的 但是 但真实的我看过 就在这个原方的Gucci里边 我这是百分之一百真实的 我亲眼看见的 营业员呢 有一套销售策略 店里其实还非常空 但是他就在门口不让大家进去 外面排了很长的队 他说为了使大家有更好的这个购物环境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种策略 因为有人排队嘛 显得这个店很红火 结果呢 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正好进去了 结果里边呢 有一个游客吧 就躺在那个 试鞋子的那个长凳上 睡觉 把那个鞋子脱掉 在那里睡觉 脱朝天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 就这样 本来就不可以 我好奇是店员没去管他吗 干谢他 没去管他 然后呢 当然里边有的人 有稍微有点不满 但是都不敢管他 我不知道他是不敢管的 还是怎么样 反正 我旁边看的 我觉得很不像话 但是的问题是店员 我当时心里在骂 他在外面就拦人家 拦得很凶 可里边的人躺在那里睡觉 他也不管 这跟你这个漫画的情况非常相似 那漫画是 我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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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一个理由 那个人躺在那边睡觉 可是他老婆 就买了几十万的手袋 对 那就不敢敢了 对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看你 你是香港人 是吧 你在香港 我在香港 十四年 我得说就我个人 我没有碰到过 这个服务员 香港的服务员 对我瞧不起 或者这种情况 当年也没碰见过 但是我周围的大陆朋友 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印象 就是这十几年来 香港人对大陆的人 有一种 有个成语叫什么 是不是念前居后宫 对 前居 就左边一个人字旁 右边一个居所的居 就开始很傲慢 到现在明显 大陆客的消费 在支撑香港经济了 说早年就有人骂 说香港人就是视力 香港人眼睛就看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 看人有钱没钱 那我倒要说两点 第一点是说 我们看巴黎也好 美国纽约也好 情况一样 对 对不对 以前你华人没钱的时候 等要去 他当然是完全瞧不起你 很歧视你 现在这几年 完全欢迎华人 甚至把他们当地人 根本不欢迎 你们买不起 看了半天才买一个小钱包 那个华人随便进来 一扫一堆东西 这资本主义的规律 第二点 我们不要忘记 内地的游客也进步了 你说假如香港的服务员 态度改变 其中一个理由是说 内地我看到特别年轻的游客 完全懂得购物的礼貌 你购物需要礼貌的 请人家把东西拿给你看 你看的时候不要乱翻 不要试穿 不要乱弄 当你比较好礼貌的时候 店员相对的 也当然比较好 我觉得 你是比较善良的 比较和平的一个看法 谢谢 我的看法 我的观察就好像有点点出入 你刚才说什么 前居后宫啊 对 我刚才倒过来 前宫后居 他当着你的面 进来买东西的时候 对你笑 你愿意走 他 会吗 当然啊 心里非常看不起 这个看不起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破坏他这个牌子的文化 但是呢 他们又是为前世上的 我不用跟你讲 你只要到广东道的LV去看一下 感到跟菜场一样 买东西进来 亲眼 也是亲眼所见 一排人说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店员正要去拿 除了这三个以外 其他我都要 所以 所以 没办法 店员也很忙 店员也其实也穷 但是呢 做名牌店的店员 做久了 他会有一点 我们说难听一点 做奴才做出味道来了 说好听一点 就有一种professional的 他对这个产品有一种尊敬 有一种 就是你要懂的这个东西 我碰到过个 My Jaguar的一个车行的一个人 他讲起新改的J Jaguar 他很惨不忍睹 其实他是开不起的 他就是个销售的老头 可见见 很多名牌店员也是这样 但是当你们 以另外一种态度来消费的时候 我看到的就是一种 我不能说谁对谁错了 可是这次被投诉的 这个所谓DNG 好像跟你说的不一样 感觉上香港人现在为什么到那示威 讨厌他 就是觉得他对大陆客 这个放你一马 或者甚至是有意 打开门 你在我这儿拉屎撒尿都行 但是你香港人 你就不能拍照 拍照 据他们说是怕什么 盗版 我觉得这纯粹瞎掰 因为这个橱窗设计 在纽约在伦敦都是个艺术 就是给人看的 不是不能拍照 橱窗是不能拍照 谁说不能拍照 不能拍照的 橱窗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橱窗你是在马路拍 那就是里面不能拍 它有黑力 里面你可以不准人拍 但是人家在马路上拍 拍你橱窗 当然完全合法 但是呢 他现在就等于管到大街上去了 你明白吧 DNG管到大街上去了 所以这事儿啊 成了一个国际狂潮 这个事儿 这个CNN 这个各地法新社什么的 全世界都在报道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DNG啊 是福还是祸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CNN 东风日产 人 车 生活 他是学院派官员的代表 也是经济界参政党掌门 他明天是经济界人为主 我就不想顾问真诚 直言不会打卖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大概有90% 如果不逃入市的话 它是个无法生存的 说到底 就是一个利益的问题 问答民间中央主席陈昌志 双喜午夜神问答神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徐老师 所以我给你扑扑法 这个事我认为有很多角度 其中有个角度 我们确实应该学习一下 这个法律啊 对于照相 我看了一下 他们关于这个事找的 但是我脑子里怎么想到的 都是狗仔队呢 你这样挺有意思啊 什么地方可以随意拍 香港没有法力禁止市民在公众地方拍 就像你说的 如果是私人的屋里头 人家可以不让你拍 对吧 可不可以站在公众地方拍摄私人地方 这个很关键 我看了之后啊 我都发现了 香港狗仔队 我觉得那么下三滥的事 就是站在外头啊 远远的拍人家明星家里边的性生活 这么下三滥的事 但是竟然呢 合法的 也是合法的 就是你就是你在公众地方 你拍肉眼看得到的私人的地方 那么都会当作 这是向公众展示的物品 你们家不拉窗帘就是橱窗 可以进行拍摄 然后呢 拍店里边橱窗里边 喊版权的产品和商标是不是违法 这就是D&G的这个理由吗 法律上讲 除非你能证明 他拍你这个商品或者商标是拿来牟利的 你举证 那么达到贩卖目的才可能构成侵权 否则都当作是向公众展示的 那么 如果街上被人拍下相片 可不可以要求拍摄者删除 或者控告对方 讲香港没有肖像权 拍摄路人没有违法 你也无权要求他删了照片 但是如果你觉得他拍照片滋扰了你 你或者侵犯了你的私隐 你可以向法庭申请禁止令 要求他停止拍摄和刊登 那么 这很有意思 什么情况下 即使你在公众地方拍也会被检控 就是说 也不是说都行 他如果刻意的把照相机接近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比如说刻意的拍你的胸 或者刻意的拍他的这个裙下 可以说你性骚扰 这个有机会被控 行为不减 这也就是你明白吗 假如说一狗狗队 我有这个变焦镜头了 我离得远远的 我就是拍你一女人就大胸 也没事 我也没事 小熊也没事 小熊当然小熊拍得起来 小熊拍不就来 我要是定焦 你看我现在玩相机 我这是定焦头 定焦头你拍同样的画面 你这么拍就不行 你也知道吗 我这个以前上一课 就有一次我们跟那个王妃吃夜宵出来 你记得吧 对对对 我们三个人被一些记者在我们那边拍 我当时想阻止他 文道说别去别去 你去阻止他 他明天把你那个阻止那张照片挣在包上了 难道他有权利可以这样拍的 对对对 你说的对 所以呢 我跟你讲 这事啊 对这个这个狗仔队很有意思啊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 你看啊 在美国公众场所拍到的私人物业 和香港一样是合法行为 肖像权方面呢 一个人出现在公共场所 法律上他的隐私权也随之消失 除非你在厕所 这是你理应享有的地方 但是这是美国 所以不一样 法国 为什么我要当法国人 为什么我要当法国人 法国肖像权方面的限制 有严格的私隐权保障法律 在法国的公共场所拍摄 不受限制 但是你拍了之后 如果你要出版 就必须得到象征人和物品持有人的同意 1988年 法国奪得世界杯以后 报馆上街拍这个庆祝的人群 刊登之后 大批读者控告报章 侵犯私隐 就没真过我同意了 不少人获判胜诉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要当法国人 英国呢 英国呢 英国 你看苏丹 就是任何旅客拍摄之前 都需要向当局申请 苏丹 都不一样 北朝鲜 那么北朝鲜 你买照相机也要先申请 然后中国法律 你小心啊 我按照香港律师对中国法律的解读啊 大陆的狗仔队是不合法的 怎么讲 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列明摄影权 但是中国法律列明公民有肖像权 如果有人因为被拍相片 导致利益受损 或者被人拿你的相片 获利 被拍者可以要求赔偿 你有没有 也就是说 你大陆狗仔队拍了 只是明星没有没有所赔而已 实际上你是卖的 听你这么说 中国跟法国是比较接近的 最保护肖像权的 所以为什么政法友好年呢 但这里边有一条非常微妙 你看都牵涉到你拍了照片 是不是拿去发表 是不是拿去做公众用途 现在的问题 以前发表不发表的界限很明白 我拍的照片 在我的相机里就没发表 我登到屏谱而报就发表 现在上微博 这算不算发表 上微博算发表 微博是我的信箱啊 在我自己里面 它是你的橱窗 它是你面向公众空间的橱窗 你的东西可是放在一个地方 所有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微博也算发表 当然这是常识还是法律定义 这是法律 所以你就不能在微博 不能在你的博客来写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能把裸照等等 那理论上 比方说我前几天在一个停车场 有人好心拍我一张照 他没什么坏心了 他就我见到徐立东 匆匆忙忙走过 拍了一张照 他就放在微博上 那理论上 如果我愿意的话 我可以跟他提出法律交涉 在大陆你证明他牟利 他登了这张照片 他是不是卖了 还有他得了钱了 但如果他没得钱 但他对你造成了伤害了呢 你要证明 你要证明 你要举证嘛 他不告不理 你举证损害了你的利益 对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是说他有牟利 商业用途 第二个对你构成伤害 可能你选失你的利益 或者说破坏你名誉 或者最后你老婆找你算账了 你旁边有个人 那么就损害了我的家庭 对对 文涛说这个 破坏家庭 文涛说这个日本有案例 日本呢 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个女的可能婚姻不愉快 心里有点怪怪的 也可以说心里变得非常正义 他又专门 专门去抓那些 偷情男女 他每天做什么呢 每天去那些 时钟宾馆酒店门口 拿着照相机 谁进进出出 他都拍 开完之后呢 就上网 然后弄了一个网站 叫做请来这里 找寻你的老公 很多家庭主妇 就上去看了 看看每天 要看过才安心 今天看到 我老公没出现在这里 再安心 后来就有案例了 有一个男的 被他抓到 然后又被老婆看到 就申请离婚 然后就赔偿很多 然后呢 他就去告 那个日本女人 说你感谢我的私隐 而且发布我的影像 而且构成我 破坏了影响 我一辈子的命运 打官司 打到法院去 那到底谁赢谁输呢 我不知道 我没有跟进这件事情 只知道打了官司 所以 我们先去的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篮无疑 一跃千米 在环球事业下 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 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咨询 无限共享 二零一二 凤凰卫视强档云近期直播节目 天地一号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排 四十五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好 现在再说回这个问题 真的是 我觉得通过这个事 至少有人这么解释 是不是香港人 现在有点对这个陆克 台湾人叫陆克 这个积怨 而且呢 从这个点火 它爆发出来的是 他就比较大陆人 一个是剥夺了 他的很多机会 包括前一阵说 大陆孕妇到港产子 逼爆了他的什么医疗资源 他们说就很多事 香港人的意思 早就忍你很久了 是不是 没错 因为我前面有 有一个说法 一直想讲 对你打断 就是说 我问那些年轻朋友 他们说 其实也不了解整个事情 可是他们就网上 看到一句留言 他们就去了 去抗议 留言是说 别歧视香港人 别优待大陆人 他们看到 就说出了本局 这样留言 他就去了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公共空间 拍照不拍照 他看到这个就去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嘛 刚才文韬 也说了什么 孕妇来香港产子 什么 每天你看到报纸 都有三观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是什么 所谓双飞啊 父亲母亲都不是 都非香港居民的人 对啊 他们来香港 香港生的小孩 就算香港居民了嘛 现在出现什么情况 几年前有一个小高峰 有几万人来生了小孩 然后带到大陆去 现在来了 他们小孩三岁四岁 要来香港读 读幼儿院 几万啊 有四万人了 听说记者去调查 连在北京啊 都想说把小孩 送来读幼儿院 就挤占了你的资源 而且香港人最恨的一个 就是楼下 说大陆那些个有钱人啊 抬高香港的楼价 他们来香港 拿什么一行李箱 一行李箱 钱到香港 说这个我要了 那个我要了 所以他们有些人说 香港楼市现在不跌 这么高企 跟大陆人很有关系 因此你想他不恨吗 他 我想来想去 这个DNA 还是他们策划的一个广告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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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上次郭美美的事情啊 马沙拉蒂是最大的得益者 对不对 现在他也是 因为这个同性恋的牌子 本来人家读得很绕口嘛 对不对 现在搞那么多人知道 我觉得他们最开心了 他们签网 那批名牌店啊 门口养一些人啊 把人家拦在外面 我觉得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引起人家注意 现在用这么一个方法 我觉得他老板心里是开心的 现在啊 你说香港展开的是名牌 名牌店 摄影大赛 就是记者啊 轮流各店去过招 什么LV的店门口我拍拍 什么Prada的店门口我拍拍 发现呢 只有DNA 跑出来 别人都没干涉 那现在谁敢干涉 不因为啊 坦白讲 而且说DNA不道歉 现在说海港城的大厦 那个大楼 已经道歉了 但是DNA只是说 表示遗憾 但也不道歉 因为引发这事情啊 还有一点 这是很有证据 那几个保安出来干涉 被人家拍了 然后放上去 完全没有否认 没有否认 你要不道歉 那就麻烦大 可是总体来说 我们都知道嘛 的确内地游客 越来越优待 我以前也说了 我太太是台湾人 对不对 讲台湾腔的国语 我都骂她了 我说不行啊 你去逛街 又在你的普通话里面 加个卷舌音 让人家觉得 你从北京来 你说前两天 优待 咱们以前节目的 一天到香港 回来跟我说 说在香港 现在讲普通话吃香啊 她的明显的一个感觉 所以大家 就是在某种上 有意地滥用这种 这种拍照的权力 目的还是族群矛盾 族群啊 香港人 跟大陆各的族群矛盾 也是阶级 阶级矛盾 但是很复杂 香港人难道不希望 大陆人花钱吗 希望 但是希望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屈江楼冠文明启示录